各位同學大家好 非常高興要到了我們Mr.Chin教英文的時間了 今天跟各位帶來的是有關於這個在高中裡面經常出現的一個句型 也在寫作裡面經常被使用 雖然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寫法 這個句法 不過Chin經常用在作文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加分的效果 也就是所謂的have difficult travel a hard time 這樣的一個句型 這個句型最主要是表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表示在什麼什麼有困難的句型 在做什麼什麼方面有困難的句型 通常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have通常表示一種遭受到 遭受到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遭受到一些困難 difficulty 這邊要擺名詞 difficulty trouble proverance 那麼difficulty跟trouble 我們基本上都用所謂的不可數名詞 這兩個是屬於不可數名詞 所以是不加s不加罐詞 但是prover是可數 所以這個地方同學非常重要 在這兩個 這個prover呢 可以用s或者是加罐詞 非常重要 可數跟不可數的部分 那這是一個片語叫 a hard time 一個很艱困的時間 那雖然它這邊有一個time 是不可數名詞 不過呢 在這個整個片語裡面 它要加一個 罐詞 a hard time 一個艱困的時刻 一個艱困的時刻 那這個句型呢 後面呢 注意 所以當你遭受到什麼樣的問題 這是一種感受 感受 你出現這整個感受之後呢 感受之後 那在做哪一方面的事情 那你這個地方有兩個公式 第一個呢 我們用in加動名詞 那通常這個in是可以省略 所以說這個句型裡面 通常後面就是加動名詞 或者用voice加名詞 這個很像讓我們想到一個句型 就是 這個be busy 忙於做什麼事情 be busy 他也是用with加上名詞 忙於 I am busy with my homework 或者I am busy 那個這邊in 通常也省略掉 就直接變成一個動名詞 Do in my homework 類似這樣一個句型 所以在動名詞前的這個計器詞 經常會被省略掉 經常會被省略掉 好 那 知道這個一個簡單句型的時候 我們來一樣 practice made perfect 我們來做幾個例句 來看看 比如說第一題 我們說我費了很大的勁 才學會開聲 很努力很努力才學會開聲 好 那麼 我 I had 好 不可數 much trouble 有很大的 那個公司直接帶下來 好 在學會開車 這邊本來是有個 計器詞應用 把他省略掉 直接可以用learning 學會 如何開車 How to drive 我費了很大的勁才學會開車 learning how to drive OK 第二題 我們再來找一下句子 他學英文有點困難 他有一些困難 那麼 He had 我們再來找另外一個句子 叫做Hard time Hard time 然後呢 在學習英文方面 這個地方是意思 Learning English 學英文方面有所困難 好 那麼 第三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樣假設我們兩個句型來代換一下 譬如說 外國人往往在說中文方面有困難 當然 在學一個語言方面 就如同我們學英文 然後外國人學中文 也有他的困難 而且中文書寫更難 中文書寫 好 我們看外國人 Foreigner Foreigners 好 經常 Open 好 會有一個困難 我們還是要 Have Hard time 好 好 我們來做兩個代換 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寫兩個 說 中文來講 第一個 我們用英神的叫這樣 Speaking Chinese 當然Chinese 記得要大寫 OK 第二個 我們可以用Wish 直接加名詞 Wish 更簡單 Chinese 好 這個基本上就是所謂的 在什麼什麼方面 有所困難 如果我們在寫 我們自己選 在寫作文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說 比如說寫一個經驗 You experience 你的經驗關於什麼什麼事情 那你就會說 At the first I have much trouble in 什麼什麼 你就可以把這個句型 帶進作文裡面 或者把這個句型 運用在翻譯裡面 也非常的實用 OK 好 這是第一個 通常來講 高中的課本裡面 都是以這個句型為主要基礎 就是有什麼什麼困難 但是其實這個句型 跟下面的句型 我們看一下 下面的句型 是表作什麼什麼 很愉快的句型 跟我們上面這個句型 有雷同之處 剛好呈現一正一反 一個是積極 一個是負面 有兩個 剛好一個對照組 對照組 所以我們一起學習 把這兩個句型 用在我們的寫作上面 靈活利用 那比如說句型 Have fun 這個也是不可俗名字 不可以加意思 這個我們在寫這個 國中的這個 音簡初級的寫作 或者是我們國中的課本裡面 經常看到 在後面都會說 我們在寫作 我寫到最後 I have fun 或者I have good time 等等之類的 非常地enjoy 通常就會出現 have fun的句型 或者have good 這個比較常用 或者great 這兩個其實都可以 或者是wonderful wonderful time 這個比較特殊 就是above 這個bove 也可以形容一種 正式的party 在美國來講 它是一個很歡愉的 很正式盛大的party bove 不是只求 甚至是美國的禮語 特別是 所以它也表示 在這個句型裡面 就是歡樂的意思 非常的preasure happy 非常愉快 所以have 加放下 a good great time 或者but 後面再加上 in 那麼基本上 它的用法 是跟這個 前面第一個句型 後面的用法 是一模一樣 不過呢 整個帶進去的感覺 是非常愉悅 愉悅的 可以用在一正一反的 我們對於這個 作文的描述上 好 我們一樣的 也來做幾個例句 好的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把這個 愉悅的這個句型呢 帶入幾個例句來做一下 比如說 我昨天跟老同學 很愉快的 共進晚餐 假設你要描述這樣的一個 翻譯或者這樣的一個 作文在你的 英文寫作裡面 我們說第一個 I had I had much fun 後面記得 有兩個用法 一個用動名詞 一個用 Wish加名詞 我們用動名詞 Having dinner 其實用動名詞 比較代表一種 比較有動作的感覺 動作的感覺 我們說這作文 用動名詞是不錯的 Dinner Dinner 跟誰呢 Wish My 老同學 Old classmates 好 換句話說呢 他說 I have much fun having dinner with my old friend 在這個地方 我們動一次 把這個效果帶出來 好 第二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地方呢 做個代幻 做個代幻 你說 Ted跳舞愉快嗎 好 這叫 Did you 疑問句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你有玩得非常愉快嗎 好 這個地方我們兩種鞋鞋 都把它寫出來 比如說 第一個用動名詞 應成就叫Dancing 跟誰呢 Wish ten 好 昨天晚上 Dance night 記得混號 混號 好 那麼 這個 你有一個 這個 非常愉快的 好 那麼 這個地方 好 我們改一個 這個地方把它燒掉 好 我們改一個 G型 好 這個地方是Dancing 這個沒有錯 直接接進來 Dancing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 改一下 Did you have a bow 好 那麼 Bancing Wish Head 好 那麼 That's night 做另外一種 That's night 好 那麼這個地方 Bow 就代表 就離遇 那個是非常愉悅 非常愉悅 好 第三個 好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用後面來做一個 兩種做法 比如說這個工作我做得很愉快 I have 好 Much fun 好 後面呢 可以放Ding 動名詞 也可以放Wish ten 一句例子 Doing the work 或者最簡單的 用Wish之家 Wish the work 好的 那麼這就是所謂的 我們在寫作方面 我們說在哪一方面 不管是學習 或一個不愉快的經驗 在哪方面 會有一個好的經驗 或者是不好的一個遭遇 有兩種鞋法 但是這兩種鞋法 但是這兩種鞋法裡面 非常重要的 是我們剛剛講到 有關於這個 Trouble 或者Departy 不可數 Progress 是可數 Hard Time 那叫冠詞 以及Fun 也是不可數 當然 可數不可數 這個名詞要擺對 還有Home In 可以用Wish的名詞 或者用In加多名詞 而這個In 通常是可以省略的 那麼這個句型 如果巧妙運用在我們的作文 或者翻譯寫作上 是不錯 可以大大的提升我們的寫作的分數 那麼希望各位同學 今天能夠把這兩個劇情 能夠把它學好 如果同學 大家覺得這個 今天這個影片 對您的英文實力 或者未來的考試有所幫助的話 請別忘了 按讚、分享 並訂閱 感謝 感覺 按讚 感谢观看